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些人做梦 能梦到将来发生的事情 不会他就是陈安伯吧 怎么到哪儿都能碰到那个班香君啊 难不成他在跟踪面 这不是正合我意吗 伯爷是大业第一君子 可曾看上过哪家姑娘啊 你就把读书人的琴棋书画 统统给她砸上去 实在是道 不知诚然伯爵的 何人才能与俊俊般配 这些都负命题啊 我要告诉我 我保证你能活到明天 微臣 不敢揣测陛下的事 这样的男人是没姑娘能看上的 可是偏偏被我看上了 只要等大厂公主先驶 上 好上就会拔除伯家世 此君是否太过往事 为其如此 凡能支持死敌而后生 我一直都是孤身一人 不知道与你相识 才知道能够有别的活法 你生活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我们的世界 我们的世界 都能遇见 一 二 三 四 一 一 在我们的世界里 女人天生金贵 而男人 地为卑劣 无论是文归 还是文财 皆由女人担任 人出来卖艺的歌舞演员 都是男的 只好看 今晚送到我府上 起瘦啊 哇 四姐 花园城 也很少有你这样厚颜无耻的吧 你别用这种 心别歧视的语气跟我说话 我告诉你 这世间 唯有男子跟小人 难咬一点 我赔给你 咱俩算扯平了吧 这 我们三公主用膳 你得在旁边顾探 突然好想吃十六 十六 我只是想看看有没有 这种女人 要放我们玄虎城 早会被休息千百遍了 抱也抱也 亲也亲了 那下一步该干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剧情还是 比较狗血的 有什么办法能快进 来吧吧 大长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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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只有我 就是全族为一幸存的人 那想活下去 就必须彻底忘记自己是个女人 为了我的家人 和族人 一定要查清当年白良猛命 毒害先帝一世的真相 杜小姐的事情 不是个案 有人说 伟姓娘又来锁命 又啊 凶手 是在指定的地点 寻找指定的目标 这几个案件之间 极有可能是一桩连环杀人 龙王发怒吧 银子 被龙王给吞了 陈传并非意外 有人不想让我们查这件事情 恐怕这件事背后 有更大的阴谋 没看见吗 今儿战了一个大侠呢 少庄主 动火可真是一流 但这判断里 实在有些欠缺的 听起来你们个个都是大人物啊 那我们就是不打不相识啦 恐羡脸死了 务必 斩草除根 他是明镜鼠少鼠 他比我们防护 所以 我们要保护他 你为什么 这么喜欢齐王 他是个特别纯粹的人 他年少时 管大厦之江青 他明明有资格守卫天下权力 却对此无半分欲望 却在声望最高的时候 断然抽身 来去从容 喝有瑕士风范 裴某子们没有得罪过你 甚至还救过你 怎么着 也不该对我伤了他们吧 若不是因为你救过我 此刻 你已经因为妨碍公务被捕了 你说 做个顽固子弟 怎么比礼宾打仗还累 明明是个将帅之才 倒成了这么个行为不端的浪荡公子 裴兄 老实说 你是不是跟苏兄 有事 看来 我们又要一起睡了 谁要跟你一起睡啊 你干嘛 我还能干嘛 做我该做的事呗 不可以 不可以 现在还不可以 还是保持距离为好吧 现在全程的人 都在传我们是断袖 少爷 我要死剑 只要你能清醒过来 我就算是死 也值了 你长大了 你就会明白 但 等你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不顾一切地 去保护他 我出生黄家 朱定耀和刘言 纠缠一生 我这样一个 有两副面孔的人 以后 还请你多多失教 你一早就知道我的事情 你却假装不知道 你到底是为了什么 一个女孩子 在最天真乱漫的年纪 自己把自己藏起来 这些年 你一定过得十分辛苦 我这样一个 忽难忽难 只知道长安的呆子 以后 也请你多多指教了 我要 你做我大梁的齐王妃 做配偿的妻子 火星跳得好快啊 我们是不是中毒了 我已经给你盖章了 你只能喜欢我孙 这时候 那回本该就属于我的东西 先帝包庇恐怕没那么简单 我发现 当年百良族 至关重要的弘运性 是伪造的 从清水县开始 显然是有人 一直知道我的行程 他是你的人 是你 是你 我选择了凶手 苏慈 女扮男装 都是齐王 犯上作乱的 其中一不其妙 极客温柴 现在事情的发展 已经越来越不可控了 我不想你们因为我 而卷入到任何的危险当中 以免唾弃弄全城 以免 有尊重他们的玩法规则活着 我也厌倦 一定追查到了 我 要跟你并肩作战 我已携入王子的事成 讨回公道 沈蝶一何在 陛下 上一馆文士投名 非沈蝶一莫属 朝廷贪污腐败的习气 越来越严重 子安 朕希望你 可以参加考试入学 定能了解更多内补 子安必定 竭尽所能 但愿老死花酒间 不愿鞠躬车马前 叫我独孤便了 胡闹 你怎么能让蝶一女扮男装 参加上一馆考试 你可记得 我和你之间 我才是 唐舅华你 此无缺都难请 叩见二皇子殿下 他乃是皇后左上的嫡长子 最爱是他们上我都不收闯的二皇帝 不知这上一馆的学子 何敢应战呢 我们同为大狱子 现在要做你 就是把曾经输掉的一切都赢回来 我一定要拿第一名进攻 唐当前几日练习的时候八脚扭伤了 但是他坚持要比赛 我大狱美食文化博大精深 短短的比赛时间 无法进展我大狱的美食 剑者 心之任意 亦可杀 亦可护 下一场色学去交给我吧 下棋 切莫心急求成 商业馆 上 你女班男装来商业馆读书 可是放来欺君治罪 这样我不太可以帮蝶衣查明身世 你到底是谁啊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我越发觉得 你不像我的蝶衣 小小脱戏国总想吞并我大狱北边几座小城 如今我大狱子民 应该有犯我大狱者 虽远必出的豪情 继续 我等自愿投军 把我百姓安危 有我大狱疆土 我们五个不同背景 不同身份 不同性格的人 会成为同传好友 心有复杂 那既然我们五个要一起行动 我们就叫 上一管 我责 唐墨银城 上下酒流 纷争不断 南城市井草莽 北城商行巨舞 南北两城互不挡道 直到她的出现 猴子赵敬 此话不讲 我最看不惯你们这种灯符子 正让自己有几个臭钱 来姑娘我面前摆谱 你 我也不是什么殿下 而是来银城游山玩水的 也能 我就不信 这世界上 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 如果不能 那就再讲 直到三 你这个最乞丐 嘘 呃 初来混 这么多废话干什么 干不就完事了吗 在下龙奥医 龙卓帮新任帮主 规矩就是规矩 得破坏规矩之事 行方便 干什么 安静 你认识她呀 我平日里 从不接近后天 很洁身自好 这身材 还好 不知她是吃什么长大的 怎么在哪都能看到你 缘分 你也缘 我溺水 你舍命相救 还怎么都不肯放开我 妖女 这样的人就不该救她 让她一个人干五个人的活 干不完不许睡觉 给个机会 让我表现一下 表现一下 嗯 姿态要低 态度要好 你喝 要虔诚 要乖顺 太医给你开了什么药 把你喝成这副德行 你 这么凉 去温问 是 豫王 吃吧 放肆 放五 这光天坏日的 还有没有王法 我 就是王法 这是 不然呢 你怎么这么讨厌 你现在是无法无天的样子 就像是我第一次见你时 张牙舞爪 却别有生机 小师傅 男女之间送书菜 那是私定终生的意思 不许再叫他耍师傅 简王尚可翡翠幻桃花 我是亲王 岂会不如他 地上寒凉 莫要胡郎 一王哥哥 有个魅力 最不常之痛 我头疼 快把药喝了吧 怎么了 苦 快点放不下来 回去泡个热灯 驱除寒气 若是再得了风寒 那便是最省家座 美人落水 是最该献殷勤的时候 你躲那么远干嘛 把你脾气擦干净的说话 我原是嘴硬 我的嘴硬 你的软 金言 如今我 实在是想不出有什么 比你更重要的事情 你也尝尝 真的可以 尝尝 是很甜 是很甜